北极冷风朝德州东南部逼近迎来了本冬天最冷的温度 你应该注意什么呢?请看记者妮蔻的报道 北极冷风正在影响整个美国 并于星期五向德州东南部移动 整个周末温度都将保持在低温 对于华裔而言将引来一个冷嗖嗖的农历春节 到星期六晚上某些地区的气温甚至会下降至冰点 从周日到下周一气温将持续下降 部分地区将达到20度的低点 2月15日星期一时冬季风暴空影响整个德州 包括大秀斯顿地区 国下气象局表示周一晚上至周日 有可能出现降雨甚至降雪 星期一晚上似乎是今年冬天最冷的夜晚 大多数地区气温度将落在20度以下 而且低于冰点的温度可能会持续到下周三 并且可能出现数年难得一见的严重冰冻警报 修斯顿的最后一次重大冻结是2018年1月16至18日 当时低温分别降至25、19和21度 面对即将来袭的低温 民众必须留意保暖 长期低于冰点的天气可能对人和动物造成危害 还可能导致水管节洞和破裂 除此之外下周一也需要小心并安全行驶